第十四届全民会 日前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 但是开幕礼前已经有比赛进行 并产生101面的金牌 近三十多年以来 每届全民会都会有一些赛事提前开赛 这些先期项目 不单止已经成为全民会的惯例 也都成为一种必须 今届全民会竞技比赛项目 设有35个大项、410个小项 但是赛期不够两个星期 在这么短时间内进行所有比赛 有很大的难度 所以需要提前进行一些比赛 包括跳水、网球、剑击 以及理维斯落到一金一铜的 场地单车赛等等 由于陕西省不具备 承办所有比赛项目的条件 有些先期项目需要在省外地区举办 例如是冲浪比赛 已经在海南省曼宁市的日月湾举行 这里上年平均浪高1.5至2米 适宜冲浪 也有举办国际冲浪大赛的经验 而另外因为部分项目的国家队 需要参加国际大赛 例如亚洲蓝牌錦标赛 今个月12号在日本开赛 所以传闻会的蓝牌赛 已经提早在上个月举行 以免葬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